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手 今天咱们不去讲这个澳门的这个故事 今天呢,我想就是给咱们这些老哥呢 就是证明一下,什么叫证明呢 就是很多人对我们有一些误解 老是觉得这帮人不正业呀 或者说怎么着的啊,就是名声不好嘛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哥也很不容易的 不是说所有人想做老哥就能做老哥的 啊,你首先你想做老哥 你得去马哥,去澳门嘛 那马哥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去得了的 最起码1999年之前你是去不了的 一般人是去不了的啊 然后真正开放我们内地人自由行 是2004年前后才开放的 并且就算是他开放了 你也不是说谁想进去玩红蓝都能玩的 首先你得年满21岁吧 对不对 21岁以内的你是进不去的 最起码保安会的玩意 再一个年纪太大也不太现实 比如你80多岁了 你想去玩 你觉得你身体吃得消吗 对吧 所以呢 而且还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就是说 当时回归的时候说的是50年不变 也就是说一直到2049年 那2049年以后如果说政策变了 就是说澳门特别行政区 他这个体制变了 他变成社会主义了 就是现在这些菜市场就要关了 那那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他会继续延续去这个资本主义体制 就是说这些妈哥这些菜市场继续合法 当然也有可能啊 因为那会的政策咱不了解 所以说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娶妈哥 再一个你还得有钱去 对不对 你约就挣一两千两三千的那些人 可能想去也费劲 对吧 所以说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比如中国有14亿人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分能去的 可能我这个说了有点美化了啊 但是你自个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不是每个人这辈子都有这份福分能去的 另外呢 就是说怎么讲呢 有的人觉得你老哥嘛就是赌嘛 对吧 我想那什么不是赌 虽然说很多老哥失败了啊 但是我觉得妈哥是可以成功的 是有奇迹的 如果没有奇迹早就关了 就回归那会儿就决定让关了 你怎么嘛 因为虽然说一国两制 但是总来说就是港澳这两个特区来说 还是由中央直接去管辖的 这个是无中置疑的 对吧 包括前一段香港成功的通过这个第二三条 大家都知道 这足以证明港澳地区 虽然说它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但是它还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 如果说妈哥澳门这些菜市场 他不靠谱 他就是一百个老哥去了 一百个老哥被洗白 一千个老哥去了 一千个老哥被洗白 反正只要去了就是洗白 那就不可能让他开 之所以就是说回归之后 其实真正妈哥那些很多菜市场都是回归之后开的 包括金从那会儿 金沙呀 后来那个淡奶那边的威尼斯人呀 后来什么伦敦人巴黎人 什么信豪天地什么的那才有的 都是回归之后开的 这些咱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 那种大型的超豪华那些菜市场 都是回归以后开的 这个东西 它能开得起来 咱们这么讲 它肯定是 怎么讲呢 中央点过头的呀 对吧 如果说北京这方面不同意的话 它不可能让他开的 你自己想想知道 对吧 所以呢我们呢也不要有什么负旧感 既然说 国家这边让开 那就证明他 有开的必要 有这有这个存在的需求 存在其合理 对吧 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去去那闯 那就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人不正经 这个人坏呀什么的 我觉得 别人怎么说 咱们不去想 咱们自己 不要有这种想法 另外呢 他是有机会的 就像我说的 如果说绝对没有这个机会 那他也开不成了 早就让他关了 问题的观念就是说 我们创造奇迹之后 能不能及时收手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带了一个W进去了 你创造了奇迹 你红了200个W 哪里一W 你能不能就此 收手 再也不玩了 因为当你创造了一次奇迹之后 如果你再去玩的话 你的贪欲 你的胃口被掉大 就是被扩大 你拿一个W 红200个 那如果下次你再去 只红了两个 你会甘心吗 因为你胃口大了 你有之前有200个 那个 那一次经历打底了 对吧 你红200个 哪怕你下一次红20个 你可能都不会满足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真正正的创造过一次奇迹之后 就收手 还是可以的 啊 另外呢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失败了 也没有什么可值得沮丧的 因为 成功很不容易 就算你不去马格 你去创业 啊 这些年创业失败了 因为创业负债的老板 我相信 能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你周围都能见着几个 就是因为创业 把自己搞得 很狼狈 很不堪的这些老板 肯定是周围都有 对吧 啊 就算是说你不创业了 你去工作 你在职场上打拼 你到了35岁以后 被裁员的风险有没有 你身边有没有35岁 或者40岁左右的 被公司老板裁员了的 现在每天很迷茫 很焦虑 啊 房贷车贷 不知道怎么搞搞定的 啊 老婆孩子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去养的 这些人 有没有 对吧 肯定是有的 对吧 哪怕是说你炒股票 成功率 有多少 甚至说 咱们不说这些 哪怕就是说你经营一段婚姻 比如说无论说是你找了一个老婆 还是说你找了一个老公 你就拿北京来说 北京的离婚率是75% 就是四对里头有三对就离婚了 就是说 我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做什么成功率 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你做生意创业也好 你去职场打拼 找一份工作也好 你经营一个婚姻也好 哪怕说你教育子女也好 你的成功率都是一个小概率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在其他领域 你失败了 很多人能被原谅 在马哥就不行了 对吧 谁规定去马哥就一定会成功的 马哥有成功的 几率相对来说小一些 但是这个几率跟其他的方面一比 也还可以 也不算小了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说的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 它都是失败的概率 大于成功的概率 对吧 你投资一项事业 你去创业 也是 失败的概率 大于成功的概率 包括你经一段婚姻 你现在你就哪怕说 在北京来说吧 别的城市我不知道 因为我就在北京了 你说你没离我婚 你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真的 我周围 很多离婚的 就算没离婚的 过的成天也是一地鸡毛 真的 就是说一个真真正正说 两个人相容一目 很幸福那种婚姻 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定为婚姻的一个成功的标准的话 能拥有一段成功婚姻的人都是少数 能有一份成功的工作 能有一份成功的事业 或者说你成功把孩子抚养成人 有一份成功的教育 成功都是少数 那我们为什么要对妈哥那么苛刻 就是说我去玩了 我就得成功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搞清楚 但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妈哥成功的改率 比创业啊 炒股票啊 什么的要高一些吧 最起码它快一些 就是说你去十次 怎么着也能出一次奇迹吧 你出来这一次奇迹 你就收手再也不去了的话 你以后你在家躺平 对吧 比如说就像我说的 你拿着一W红二百个W 如果说你要是那种 三幅线小一点地方 你拿着二百W你去躺平 那也可以了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躺平的 你知道吗 能躺平你已经很幸福了 哪怕就是说你省一点 一个月就花个两分千块钱 你去躺平 也很幸福的 所以说我想说的是 首先我们要 其实这事说深了 很多东西说深了 我还是觉得 有命运的成分在里边 首先你得生在这个时代 对吧 你生在这个时代 有妈哥 有妈哥这些菜肠 对吧 如果你生嫂一百年 如果你除非你生在妈哥 你生在中国大陆 你可能还去不了 你生晚了 有可能也去不了 可能四九年以后政策变了 对吧 正好生在这个时代 出生要逢时 然后你还得有敏 还得能 有机会去 不是所有人这辈子都去过 妈哥的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去过 去过之后 你还得对他有想法 不是说所有的去过 妈哥的 妈哥的都对红蓝 游戏有想法 不是的 有的人他去了之后 他就没感觉 他去了就当旅游一番 他回来 他该干嘛干嘛 没有想再去一次 那种想法或者冲动 所以说就算能去 就算是咱们当个老哥 也是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都到位 才能当一个老哥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说 谁都能当得成呢 在一个成功 在妈哥的成功也好 你在内地创业 或者工作上的成功也好 也都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 而且他事是通着的 就算是说 你说我不玩红蓝 我创业 可能你运气好 你刚开始创业 你成功了 你通过创业创造了奇迹 比如说你投资了几个W 结果干了几年 赚了几百个W 甚至几千个W 拿了这几千个W之后 你没有收手 又继续扩大经营 最后导致资金连断裂 最后反而到负债了 这样的有没有 也有啊 也有很多老板 曾经成功过 辉煌过 最后负债了 现在负债累累的 也有啊 所以说我想说 事是通着的 对不对 不是说 你不是说 我不走妈哥这条路了 你走别的路 就全都成功了 全都 全都这辈子大富大贵了 那也不是啊 所以说首先 我话 车咕噜话再说一遍 就是说 我觉得 首先你能当一个红蓝战士 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对吧 首先你得生在这个时代 然后你年满21岁 然后你身体健康 你还得有敏 对吧 你还得知道妈哥这点事 你有的人他 你别看 中国 十四亿人 他可能有的人 连妈哥这个地方都不知道 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有 真有 啊 所以说你 你能去 你能当个老哥 都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的 这个咱们没有什么觉 可耻辱的 也没有什么觉 可悔恨的 啊 就像我说的 你经营什么都是有成功概率的 对不对 你经营事业最后 亏了的 因为创业 因为做生意 因为炒股票 负债了的 也有 哪怕就是婚姻 有的男士 跟老婆离了婚 老婆把钱什么的 房子 车全捐走了 这个男的净身出户的 甚至负债的 因为离婚负债的 净身出户的 也有啊 你一段 不幸福的婚姻 一段失败的婚姻 没经营好 也会搞得你身半年 名列负债的 不是说去妈哥 失败了 你会这样啊 成功本来概率就低啊 任何一方面成功概率就低啊 所以 我觉得 还是要 就是说 你该搏还是要搏 但是失败了 别去 自己瞧不起自己 当然了周围的人 如果他瞧不起你的话 你也别在意 因为 谁都有马事前提的时候 就算是说 你什么都是好的 也许哪一天 婚姻失败了 这个人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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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日子不好过 对不对 啊 各种失败 都有 啊 甚至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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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是好的 你婚姻是好的 你子女是好的 就是你教育子女也很成功 孩子也很出息 很给你争气 但是也许哪天 你遭遇了一个诈骗 啪一下子 你 你的资产清零了 或者 哪天 有个大病 这就是人生啊 人生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就是有成功和失败 都是暂时的 也许今天你在某一个轮力成功了 也许过几天 倒霉的事来了 那你一下子 你你整个人生又急转直下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啊 所以说 我刚刚跟大家说 咱们要把心态摆正 摆正 不要说 我传播的什么 负能量啊 去马可不对呀 去那的就不是好人呀 去那的就完蛋了呀 那不去马可 该完蛋的也完蛋呀 对不对 那人生失败的 那都是去马可失败的 那那被帽子叔叔 就就就抓着去踩缝线机的 都是去马可 导致他去踩缝线机的呀 对吧 所以说人 他有些事 他是通着的啊 主要就是 我觉得还是要敢拼搏 然后成功了之后 要懂得激流勇退 不光是去马可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在很多过程当中 都要成功了之后 见好就收激流勇退 啊 行吧 就就就讲这么多吧 行吧 我就想表达这些东西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